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带您前进德国来看看特别气话 因为身为工业大国的德国 这回跟台积电等晶片大厂 擦出了非常多的火花 尤其在电动车 能源转型的话题上 今天我们都要谈好谈满 首先我们就先带您从这场德国商务代表团 访问台湾的座谈会开始来看起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组队来台 进行智慧交通的跨界交流 甚至代表团还亲自参访了台积电大楼 这也为奠定台德双方的商务合作打下基础 而德国之所以会锁定台湾 就是着眼于台湾强大的ICT供应链 也就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资通讯的供应链 这对于接下来的家电物联网 还有电动车的控制串联 都是相当重要的要素 而我们科技岛的采访团队 就从德国还有台湾两个现场 由资深记者林佑芝 义文科 带你来直级见证这些省会 保时街跑车在笔直道路上迎风奔驰 流线形线条展现出猛虎般的霸气 奥迪豪华修旅 车灯宛如种种有神的瑞丽双眼 还在路上就自载气唱 德国名车品牌种类繁多 深受不少车名喜爱 近几年德国也积极发展电动车市场 这回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特别筹助代表团访问台湾 进行跨界交流 小小宴会厅挤滋满近百人 台德两国共同举办智慧交通研讨会 我认为那种选择 与台湾的技术和台湾的技术 特别的力量会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挑战 德国商务代表团的成员包含 德国联邦外贸及投资署 北威邦汽车产业聚落 北威邦国际商务署 以及乌帕塔尔大学等 成员背景涵盖产业 官方 学术等各个领域 透过与台湾业者和专家的面对面交流 不仅能实地了解台湾电动汽车的产业 发展概况 也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所以我刚才听到台湾电动物系统 有很多空间的改变 也在德国 所以我们很期待到 与其他继续的合作 与其他继续的电动物系统 特别是在设计的电动物系统 我认为台湾有很多 技术和专家的技术 它们可以用在德国 但是我们也设计 自动车车产业 我们需要很多 艺术的船路 德國是世界最強的汽車製造國 台灣則是擁有全球手續一指的ICT和半導體技術 雙方過去在汽車產業並沒有太多合作 但電動車與智慧交通的轉型路上 兩國決定聯手互助 德國商務代表團在台灣除了參加研討會 還會進行參訪崩擴台積電以及Gogoro 還有MIH聯盟 因為智慧交通少不了電動車和半導體 德國商務團來台期間 更親自造訪台積電 台德交流逐漸升溫 奠定商務合作基礎 TSMC會投資10億億元 在德國 在德國 Chairman 西大加西 포인 son formerly 抗國商 承ゲ分 الب 傅國 Ал萬 就將日本雄本 後 2024下半年 即將前往德國東部 特勒斯登設廠 彼此绵长的德国13号公路 沿途的秀利风景 如一张张的明信片 全长196公里的道路 始于首都柏林 终于得了斯登 这个地方未来可能撼动 欧洲经济 经过二十小时的飞行跟转机 在两小时的车程 我们抵达了德国东部的德勒斯登 我左手边这一块杂草重生的地 就是台积电的工厂预定地 也是台积电在欧洲设立的第一座工厂 伊铁斯维梨圈起的空地 广达五十二公顷 随时都有监视器紧盯 因为这座工厂 不只是台积电投资一千两百亿台币 还外加德国政府补贴一千七百四十亿台币 合力打造的心血结晶 规划在今年第四季动工 二零二七年开始量产 法务总顾问汤马兹 也首度公开台积电落脚 德勒斯登 原来思索了三年之久 最终是看准这一代 又被称为萨克森戏骨 包含晶圆大厂 博士 英飞林都在此地 同时距离汽车客户 特斯拉和保时捷工厂 车程也仅一小时 可以就近提供晶片 台积电在德国设厂 显示台湾在高科技领域的影响力 与全球化策略的重要性 坚实基础被德国看见 台德跨国战略合作 强失电动车大饼 互补彼此的优势 也创造了一加一大饼二的 市场价值和成长机会